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会有我的号码啊 你的老婆现在在我们手里 什么 不是老婆 老婆救我 你们可千万不要乱来啊 我马上就有钱了 今天必须还钱 看下你老婆所有的手指头 明天明天我一定啊 你一定还钱 我们在你开的这辆车上装了炸弹 只要你停下来 炸弹就会马上爆炸 你不信 别看看后视镜 我们的人正更在你后面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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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的汇报工作 那各位领导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案子的杀联手法 是特别隐蔽的 仅从表面上 是看不出任何问题 谁都会以为 他是心脏病突发而死 而且呢 还查不出诱因 如果不是从郑多的屋子里 搜出这两件证物的话 我想这案子 又成了一个死案了 太阴暗 太狠毒了 那这个案子 要是放在齐恒的桌子上 他会判个什么罪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会说 如果主官 制人死灭的意图 去吓人 而导致被害者死亡的话 那肯定依法 应该是 按故意杀人罪来论处 况且 他还有 故意调换药品的嫌疑 没错 邻居说得对 按照我们的分析 孔令吉就是被吓死的 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郑多 可郑多刚从监狱放出来 又是个逃犯 他怎么可能和孔令吉 发生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又要杀了孔令吉 关于这个作案动机呢 现在还不是太明确 可是现在郑多死了 虽然死得很像自杀呢 如果把这两个人的死 放到一块来分析 我们是不是能得出 这样的结论 就是说 有某个幕后黑手 直视郑多 设计害死了孔令吉 一个月之后呢 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幕后黑手 又想办法杀死了郑多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郑多的死啊 是他杀 被伪装成了自杀 当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 那尸臭味 已经掩盖了所有的气味 我现在最纳闷的一件事啊 这个齐恒的鼻子 怎么就这么厉了 他怎么就闻到了气味 还找到了这个郑多 他呀就是赶上狗屎运了 他去那儿不是找郑多的 是去找那个受伤的女孩 给他弟弟孤伦作证的 阴差阳错 让他给赶上了 这小子呀 可真行 徐勇夫妻 最后谈了自己的意见 无非是三条 一 郑多的死 不管是自杀还是他伤 不能刚好推理 一定要有正确 二 孔灵杰的事 牵扯到七州外的投资商 一定要谨慎 不能再掀起西纳的风浪 他还说 郑多和孔灵杰是两码事 不能随便扯在一起 三 孔灵杰的死 原来已经定案了 同志们现在有怀疑可以 但是不能散布出去 要严格保证 谁散布出去 影响到七州的经济发展大局 谁也付不了这个责任 我懂 可是有时候啊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脾气 半个月前 搞法的政治处张主任找我谈话 明天我就正式不来上班了 这些天 一直在和林副院长做交集 也逐个地和班队同志们谈话 正式告诉我 今天这是最后一个 院长 您明天真不来上班 不来了 到点了 你们准备降iri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回事啊 上面那位领导发给我的 表明事情紧急 要往马上去约定的地点取消息 多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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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我是真的亲眼看见 他把那袋东西扔到河里的 没想到他骗了我 自己留了下来 我想 他是想留下您的把柄 以后万一有什么 好保全他自己 罗总 是不是每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幸福 都会留下证据 都会留下证据 来杀的 必须杀 罗总 妈没什么事 回去先走了 死了 死了 能留下吗 死了 今晚上别走了 我需要你 好 你的意见我同意 把这两件事情切割开来 当然 如果以后调查出 两件事情有关联 那该怎么办 还得怎么办 但是有一点 在查清之前 这件事情又严格保密 以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借此散布谣言 扰乱人心 好 我马上传达试验书记的指示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怎么了 上面有发来信息 上面有发来信息 上面有发来消息 赞同把两件案子切割开 这事儿啊 咱们不能被动要主动出击 一定要把齐舟这碳水给搅浑 怎么着 你去告诉他 把所有的集中的力量 都转移到齐恒的弟弟身上 要让齐恒自顾不暇 最后呢 倒在这件事情上 放入体 power 放入肴 你这次取消区 我不written 看吗 你说一下 现在下面有很多人议论 说有人黑了政府的网站 使政府的网络瘫痪 这是政治事件 结果 不闻不问 那么公安局是不是管管相护 我正要问你 这案子进行的怎么样 这样的 齐恒同志的内地郭伦 他在自己的家里边 用自己的电脑 黑了政府的网站 窃取了大量的个人资料 网管办的工程师 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郭伦 并且直接到家里边 查到了这台电脑 也找到了拷贝文件的U盘 本来应该是人赃巨货 铁证如山了 可是郭伦呢 他说他当时不在现场 这事我知道 可是郭伦提供的 不在现场的证明 那些录像又模糊不清 看不清楚是他 对 所以说呢 按照谁主张 谁取证的原则 郭伦如果提供不出 新的 清晰的 有效的 他不在现场的证据 那就应该马上提起公诉 以证试听 一切按法律吧 什么 提起公诉 何明杰大概是觉得 不方便直接给你打电话 所以他就打给了我 你坐坐坐 怎么回事 齐悦 你觉得咱们要不要 给郭伦再找一个律师啊 不用 一个中律师就够了 齐悦 你在我的心里无人能比 你好好说话 我好好说话了 我很真诚的 你在我的心里 真的无人能比 但是 你调到中院以后 你得罪了不少的人 而且这个案子 它是在下面的 海中区法院办理 我怕没有人 会从感情上偏向你 哪怕他们是会 从感情上偏向你 可是上面给的 压力那么大 我怕对郭伦很不利啊 郭伦这个后果呢 我清楚 我平时做事 也是对得起 我自己良心的 我相信 有良心的法官 比没良心的法官 要多得多 这个事情你也清楚 忙也是瞎忙 所以 他该来 就让他来 什么叫该怎么来 就是怎么来啊 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 看着郭伦又进监狱吗 不是我让他进监狱 是有些人让他进监狱 那也是受到了你的牵连 谁让他是我家人呢 你说得特别好 你说他是你的家人 对啊 他是你的家人 齐悦你对别人都那么好 你能不能关心关心 你的家人啊 我知道了 我去找那个医生 我觉得他肯定能够 记得住郭伦的 你找谁啊 我找那个医生啊 干什么呀 我让他给郭伦作证啊 那个医生说了 他可能没看清楚 我问你 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他如果被人封口了呢 你问 是不是也白问 马拉松 现在已经有了郭念 胡白 孔丽吉 还有郑多了 郭伦也被牵扯进来了 怎么着 你还想再多一个尸体 是不是 你能不能动动脑袋想一想啊 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庭了 以你为审判长组成何一庭 行 请立案庭 尽快把案子移交过来 我们医院呢 是第一次接判这种网络犯罪案子 所以 让你这个私生法官来主审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 各种网络犯罪也大量派生 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 应该要顶格重判 加强对网络犯罪分子的威慑力 郁院长 这个案子我还没审呢 有罪无罪我还不清楚呢 现在谈重判 轻判 是不是为时太早了 上面有这个担心 嫌疑人是中院齐院长的内地 下面的人会不会碍于情面 有意侵判呢 看来 已经是认定被告有罪了 只是担心判重判清的问题 也不是这个意思 有罪无罪 最后还是有你这个审判长 落罪为准 今天我们进行 第一次庭前会议 原被告 我希望你们把你们的 案件的证据 都梳了一下 提供给法庭 所以 公诉方唯一的 也是最重要的证据 存在缺陷 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 这的确是个问题 可这公诉方的诉求也合理 黑客使用的电脑是过轮的 而U盘 又是当众 在他的电脑中的抽屉里搜查出来的 这也是很有力的证据 我承认 U盘的指纹 被技术人员不小心破坏 并不等于过去上面 没有被告的指纹 那也不能证明你上面必须有被告的指纹呢 灵婷 入侵政府网络 窃取百万级以上的个人信息 这影响得太大 太严重了 必须严惩 是 是应该必须依法严惩 可是 为了结案而结案 为了严惩而严惩 这就很容易冤枉无辜啊 怎么是无辜 毕竟这U盘是从他家里搜出来了 凭这点 就可以给他定罪 老百姓不会不拥护 那被告又不服呢 不服 他可以上诉啊 医院长 你换人吧 这个案子我不能接 这怎么行 你是我们医院资深厅长 水平最高 经验丰富 很有威胁 把这个案子交给你 也是医院党组的决定啊 按照事先定好了调子的来判 不需要水平 不需要经验 这种活谁都能干 医院长 你换人吧 你再考虑一下 回去好好想想 你身体不好 剩什么嫌弃啊 咱不干了 让领导找人 换人 如果换的人也没有主见呢 独立审判让让这么久了 一些人还不习惯 还替法官判案 要不是秦鸿腰杆硬 死康死磕 还真说不定多了一个冤死鬼 是 是啊 齐州要是多几个齐横就好了 林田 既然党和人民 让我们坐在这个岗位上 我们就一定要站好这个岗 院长 这话有分量 我服从安排 被告人 根据法律规定 你在法庭上 可以有最后的陈述权利 我只想说 我没有入侵政府网络 那油盘也不是我的 是吗 法庭审理到此结束 下面休停三十分钟 何一亭 进行评议 好 俊阳 如果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要成立的话 按照刑法第二万五十三条 是要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单处或并处罚禁 如果情节严重的话 可能还会更高 是 是 如果判决有问题 我们可以上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上诉 可是上诉的道路啊 有一些艰难 那又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一直在郭瑞身边 让她知道 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她 是 我们永远没有放弃她 全体起立 请审判长 审判员入庭 大家请坐 经合议庭法官合议 县对本案进行一审宣判 这件事情呢 你们的确是解决了 可是你们呢 没想过这件事情解决之后的 后果是怎么样 对吧 最后怎么办 还得我出面去摆平 希望下回不要再这样 行吗 毕竟我们啊 罗总 行了 没什么事 你们自走吧 综上所述 海中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的被告 郭伦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 证据不足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判决被告人郭伦无罪 当庭释放 如不服本庭判决 可在街道判决书第二日起 十日之内 通过本院 或直接向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书面上诉的 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 副本两份 退庭 我们 我们 谢谢您 恭喜 恭喜 我们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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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 你放一下我 恭喜你 我就知道你没事的 真的没事 我们努力没有白费 对啊 你这次一定要好好 先进去 晚上请我吃什么 喝酒 喝酒 喝点 你小屁孩喝什么酒啊 让你姐夫好好做一会儿 真是的 对你姐夫 你姐夫哪儿去了 齐悦 走吧 不管了 走 回家 走 走 走 关了吧 岂有此理啊 这齐勇啊 就是一滑桶 这么小的事情都办不好吗 本来以为 和齐恒借着这件事情 从中原赶出去了 这倒好 姐夫没被赶走 这小舅子却放出来 两只老虎合一块儿 那不只是咬人哪 会吃人哪 姐 姐 来啊 爸 爸 我说你们来着 欢迎你们回来 你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就知道吧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哎呀 在那说什么呀 托帮妈妈的 瞎激动 不如来点实际的 看 买菜做饭 等你们回来 你姐夫啊 她就是怕太激动了 怕在现场突然就哭出来了 那有损态的形象 所以她才回来的 对吧 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 现场大家都可激动啊 我也是 我都快哭出来了 马拉松 不要再演了 赶紧端菜 好 别忘了洗手啊 好 好 好 过了 恭喜你啊 谢谢姐夫 好了 你吃饭 我去帮忙 吃饭 来来来来 我洗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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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吃饭了 来了 来了 您好 您好 您法官 您好 您好 您法官 您好 您法官 您可以听我们讲一下 您可以听我们讲一下 您可以讲一下吗 您法官 我们余院长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党和人民 既然让我们坐在了这个岗位上 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岗位占好 我呢 就是 牢记了这句话 完成了今天的审判 至于审判的结果是对还是错 我们每个法官都是终身责任制的 所以 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我相信时间 也会给最后的证明 我自己想要说的就这些 谢谢大家 走吧 尼法官 现在再想一下 您好可以 对不起 尚家里 我要说的就这些 您再跟我们讲一下吧 再讲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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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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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跟我们继续讲一下吧 老婆 好样的 徐怀仁同志为你高兴 你啊 别高兴太早了 我说不定 放心 我养着你 我跟你们强调过多少回了 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案子 一定要讲政治讲原则 你们现在怎么搞的 你们现在扮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向那一百多万 丢失个人信息的群众交代啊 你们法院就是这样为人民群众称耀打气的 林虹同志是非常有组织观念的 是组织能力非常强的 自身法官 所以我才这么安排的 可是他现在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呀 如今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官负责制 我不可能在审判中途去干预 这案规定是要被正式记录的 你是海中区人民法院的院长 掌控审判方向是你的职责范围吗 那我接受组织的处分 你以为要个处分就很舒服啊 很可好啊 随随便便就要一个 好了 不说了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装之为愁 誓不休 来日方畅献身手 赶洒热血 血春秋 来呀 吃水果 真的是太开心了 不要开心得太早 我觉得这个事啊 还没有结束 您这冷水泼得可真够及时的 法院都已经判了 难不成还能再抓我 这个案子会上诉到中院 你是法院院长 你可以依法不受理啊 哎呀 你这个傻瓜 这个案子 在退到我这的时候 我这个人啊 就得靠边站了 这个区法院啊 抗诉不为过 中院的二审呢 他也是在合情合理的 法律范围之内的 郭伦 如果真的要抗诉 你姐夫是要回避的 而且新的办案人员一定会选 和其院没有丝毫关系的人 我们都参与不了 所以现在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 郭伦不在家的证据 哎 这事说起来真的好奇怪啊 我们家触动了那么多亲戚 他们挨家挨户地问 连我妈都说了 那女孩肯定不在那片区域生活 不然不可能问不出来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间蒸发啊 我去网上发动人肉搜索 肯定能找那女孩 哎 我觉得这主意好 我们可以在网上发寻人启事 但凡这个女孩有点良心的话 她一定会站出来作证的 对吧 我现在就 坐下 坐下 你呀 什么事动动脑子 别老跟他煽风点火的 这个事不能公开地寻找 为什么呀 在网络上公开寻找 这个事件弄大了 我怕最后你找来找去 找到的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哑了 尸体 你 张远 这事把勤收案规矩 它应该是回避 所以让我给你汇报工作 你们立案厅什么意见 我们立案厅觉得 他们这次提起抗诉 其实没有提供什么新的证据 我们也是认真讨论了一下 觉得应该再补充证据 所以可以等事不收入 还是要受理的 因为郭伦是齐渊的内地 如果不受理的话 社会上会有许多 奇怪的想法和议论 还是先舍一舍 如果何议廷认为证据不足 再不会靠座 维持原判就是 那您的意思就是受理 当然要受理啊 得嘞 那我先忙去 要不然我跟你说 是不是 王莫 现在这个网络犯罪啊 真是越来越猖獗了 犯罪的手段不断地翻新 而我们防止网络犯罪的相关法律 却严重之后 真是防不胜法啊 没办法 这个东西吧 更新得太快了 一种新的犯罪手段出现 咱们呢还没有来得及 去制定相对应的法律条款 它就立刻又玩出了新花样 小伙伴们 我得到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啊 刚刚包大姐对我说 海中区检察院 对于郭伦的案子提起抗诉 这个案子真的上次到我们这里来了 真假 包大姐说的能有假吗 看来医院的麻烦又来了 你们说 这样子会交给咱们行医人吗 放心 绝对不可能 小婉 有老 院办来通知 你跟明廷的许江啊 调换一下 你去明廷一段时间 许江过来 好 院里不少人都私下议论 说清一听 是齐院的嫡妻部队 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 我每当听到都要批评他们 但是具体落实到案子上 被告人是齐院的内地 既然有人议论 他们还是回避一下包 因为今后 被人说三道四 造成被动 张远 你是知道的 我都好多年不设计刑事案件了 而且有很多刑事条款 我都记不完整了 你别找借口了 我给你配配两个熟悉刑法的助手 当陪审员 你啊 只负责把关 判有罪无罪 至于判多少年 根据哪条哪款 他们会给你提供数据 选你当主审 我就是看中你 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那 我服从 您好 您好 请问齐院在吗 在里边 里边请 齐院 包大人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 不好意思啊 我们也是公事公办 您多报还 没事 这个是咱们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给郭伦的传唤单 郭伦 明天上午九点左右 您有时间的呢 郭伦 不是有时间吗 是必须要去 是是 必须准时到达 在上面签个字 你说 就这么点事啊 一个 法警来就可以了 你一个厅长来干什么 那么多工作需要做呢 是 齐院 我这也不知道 是该来是不该来 我给你打好几个电话 你也没接呀 我说不放心 再说了 得家丑着让人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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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算什么丑事 还有别的事吗 就这事 坐 喝茶 不了 齐院 我院里还有很多事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再忙 不错了 先走了啊 小杨 我们先走了啊 走了 过来 送一下 有空来啊 好 两个事 你能说一下 行 爸爸 反正买张门书 对 哎 老徐 来来 等你呢 快 徐 坐 什么事 赶紧坐 坐 找你来呢 一 一个是啊 先问问你那天 就是进到郑多的房间啊 看到的还有什么遗漏没有 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啊 你说 你说这帮人 就紧盯着过轮这个事不放 是不是在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说他们在怕什么 怕什么 怕查出郑多呀 怕我们深究他们呀 是不是 你说要是这郑多 死得天衣无缝的话 他们要这么急于掩盖吗 是不是有破绽 是啊 应该是有什么破绽 但是我们现在还查不出来啊 我一直在想啊 你看这个郑多和孔令吉啊 他俩的死呢 差了二十来天 那么孔令吉他死了以后 郑多在哪儿呢 吃什么 喝什么 肯定有人给他送吃喝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有同伙 或者是有什么人 在协助着他 你这是一个思路啊 好 你们调查的时候 这个方向有没有线索 我之前该啥都查着呀 没有落下什么呀 周围的饭馆 人 人 有没有可疑在走访的时候 人 人 我就见过一回王鹏 王鹏算吗 王鹏 哪个王鹏 就是 你给宣判无罪释放的那个嫌疑犯 他去哪儿干什么 他在郑多家楼下的一个餐馆 打包饭菜 一开始吧 我觉得也没什么 打包饭菜不挺正常的嘛 但经你们这么一聊 那他那天打包饭菜的量 有点大 肯定不止一个人吃的 打包饭菜 他家不住那儿啊 他到那儿打包什么 不住那儿 难道是有朋友 要不就是有事 是啊 要不就是有事 岳阳 是这么个事啊 你还记得前一阵有个案子啊 强奸未遂 被告人呢叫王鹏 后来无罪释放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是陈述把他 介绍给大公集团 然后 现在呢 还在那儿吗 好 好 没事 再见啊 这个王鹏啊 现在还在大公集团 当报案 大公集团 那是罗怀公的地盘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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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这王鹏 这样 有点意思